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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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样画 这个肚子啊 也是折磨啊 甚至折红一点啊 颜色可以漂亮一点 对这背部 背部漏的比较多呢 这为什么看不见了 下面呢 我们调两个颜色 一个草绿 一个花青 现在呢 调一个草绿啊 一个呢 是花青 再准备一粘水笔 白的 白笔 那么头部呢 我放一点花青 然后呢 用草绿去接 到边缘 基本就是绿的了 软毛部分 还是用这个水笔啊 给它 轰一轰 然后背部也是啊 中间呢 放一点花青 周围 接草绿 到边上啊 基本是草绿的啊 这个地方呢 还是用水笔 把它 扫一扫 啊 梅雨啊 从尖上啊 这是像我们刚漠染的地方 深的地方啊 都是花青 啊 花青和草绿啊 接啊 有的画家叫浑染啊 把颜色混在一起啊 就是它实际在飞的时候要落到 它有点闪光的那种感觉啊 基本呢 我们觉得啊 觉得黑的地方啊 就是重的地方 我们就是花青多一点啊 我们觉得浅的点地方呢 就实绿 就草绿多一点 那么将来这个草绿的 上面覆盖实绿 花青上面呢 覆盖实青啊 就是这个地方啊 我们接染啊 接染以后 再用实色啊 这个草色草绿等于打个底子啊 因为真正的实力啊 过去是石头面的 那个如果有没有底色的话啊 不会染得很匀啊 趁湿的时候那么接一下啊 基本上就这个效果 在下边照一下啊 因为下边有点墨了 半圆 前面有点白啊 后面是褶 我们用猪虹啊 把嘴下边照一下啊 因为下边有点墨了 纷染了啊 它有点浓淡 在这个后边啊 也是把这个盐子 跟这个毛子 这部分混接起来啊 这个等干的时候啊 我们可以啊 用白粉把下体 接一接白粉 调点白粉啊 也是由浓 由淡到浓啊 先淡后浓再染 这个这部分呢 有些白毛啊 注意把它啊 轰一下啊 这个眉毛这愿接呢 也可以接点白毛 不接也可以 不接就是淡啊 接着淡了 接了以后呢 它显得更精神一点啊 这边有点白 就是折墨 它说它暗面啊 亮面呢 还是白的啊 这个下体啊 这部分啊 有点白啊 就是折墨颜色的边缘啊 比较亮的 这边啊 我们调这个石青啊 和石氯啊 基本上头行头绿 两个样子来相接啊 用手指头把它 尽量沿得细啊 下面呢 我们调点石青和石氯啊 这个石青呢 它都是小颗粒的啊 调点用胶啊 用手指头摆它 多沿得那个细一点啊 尽量摆它那个颗粒啊 跟胶很好的混接起来啊 这个石青呢 也石氯也是这样啊 这个石氯呢 也是把这个绿颜色啊 多沿一沿啊 因为这个手呢 有温度啊 而且呢 也比较细 过去呢 老花家用乳波啊 乳波沿呢 也有它的缺点 就是说 它越沿的颜色 就颗粒越小 颗粒小的颜色就浅啊 这就不够深度了啊 然后呢 我们用这个 还是用三支笔啊 用一支笔啊 调这个石氯啊 一支笔啊 沾上这个石青啊 也是先薄啊 不要太厚啊 先照一次啊 如果不够再加 如果够了呢 就行了啊 现在呢 染石青啊 然后呢 接石氯啊 混软啊 然后用这个白水笔啊 把它调 调一下啊 混接啊 边上啊 一直轰到边上 大一点 背部啊 吃青啊 啊 还有接石氯 这个动作呢 要快一点啊 准备工作呢 准备的好一点啊 这呢 一次把它接一次啊 一次不行呢 比较薄一点啊 不行再接一次还可以 然后翅膀啊 还是刚才放花星的地方 放石星啊 刚才放石绿的地方呢 现在放放这个草绿的地方啊 放石绿 把它混接 接染啊 让这样一遍啊 让它干干看看啊 如果可以了 就行了 如果不行呢 再包包再照啊 不要一次照太厚了 要透点明啊 透点下边原来是 漠染的底子啊 要软的平了以后 它就 就平了就不好看 啊 平了就是变成 没有体积啊 这个石绿啊 是色是不好染的 不太容易染匀啊 一般就是薄涂两次啊 这还有一点啊 这还有一点啊 石青 加石绿啊 用一个小笔啊 把它接 也是周围啊 跟别连的混起来 跟这个白的啊 借好 现在调浓重织木啊 够与轴与枝 这个上了重彩以后啊 这个 有些轮廓啊 就不清楚了啊 所以要用这种墨 把它再醒一下 再提一下啊 我现在勾的是宇轴 这个第一 第二个宇轴啊 就变成第一个的边缘啊 这是赋语的啊 然后再用稍微淡一点的墨啊 就上面八十那么多左右啊 摆着 有些轮廓线啊 把它稍微提一下 提了以后呢 勾与枝啊 这都是这么勾下来啊 这是宇轴与枝 为宇啊 也是啊 再提一下 轮廓 勾宇轴与枝 然后呢 勾这个丝毛啊 用藤黄啊 加花青 调整草绿厚啊 再加点墨啊 用这个墨绿啊 这个颜色啊 就是比原来我们这个染的这个 实力颜色重啊 再行 这个重彩上呢 劈毛不太好劈啊 那么基本上就是这个丝啊 一组一组在丝毛啊 还是找中心线啊 中心线的毛呢 基本都是从前向后啊 中心线的这边毛 像这边歪啊 一组一组的 向下斜 这比要细啊 画的颜色啊 这个颜色也不要太重啊 在原有基础上啊 重一点的够了啊 有毛的感觉就够了啊 太深了 跟底子脱离了 就不好看 像刺啊 画出像刺的一样 这就是一样的啊 后边都是这么勾 那么前面头部呢 勾的时候啊 还可以重一点啊 颜色 勾的时候啊 勾出它的斑点来 啊 那么 勾成是一组一组的啊 这组本身比较密 啊 中间空开一段啊 比如说啊 先勾中间这一组 在勾的时候呢 错开这点啊 你这勾一组啊 就它是没有的 就是你这勾一组啊 这远看呢 这块黑 像个黑的斑啊 不是不是啊 普遍的啊 都都丝毛 那么丝的时候呢 是一组一组的啊 一组一组的啊 这样造成呢 就有斑的感觉啊 一直到边上去啊 这后边毛 出现浅一点 虚一点啊 这就是丝毛啊 下面呢 用胶末点睛啊 点睛的末 尽量浓啊 让它干了以后才比较练 然后呢 在周围这些黑色的毛啊 可以再撕一撕啊 鼻孔啊 勾一下 在鼻孔这啊 可以撕几个折磨的毛啊 必须啊 嘴长可以多撕几个 然后呢 这儿勾的是 跨性丝毛啊 再用折磨的 撕着这几个啊 这是折磨 这那儿脚是红的啊 用朱砂来点 要有覆盖力 浓一点朱砂 点的时候啊 可以从那这个 前面啊 分脚趾的这个地方啊 蹲比啊 到这个啊 脚 拐弯的这个地方 辅直啊 然后呢 最好是勾中指啊 中指掌握主要方向啊 三段啊 外指啊 就是第四指 二指 二指也拐回去了 啊 基本 对吧